自己又出了一个 你孩子也过来过 当时就吃饭干嘛呢 都挺高兴 我说要合适 明年没春 今年有春就结婚得了 他说还行吧 我就说行行 你看好的 你就结婚 以后我不唱会的 你要财力你就跟他商量去 我当怎么给怎么给 三个月到四个月结的婚 这么快 财力我是给了六万 他上那边去的就是改口费 他就把那钱当时就给了 他的那个对象 我们这边的钱我都给了丫头的 几十天 那个丫头就过来的 我当时我挺高兴 过来看我来的 我没看见儿子 结果她说我过来找你要钱了 我说你找我要钱干嘛呀 我姨明天生恶 你得给我一千块钱 我当时就讨出一千块钱 我就给了这个丫头来 结果给了这个钱以后呢 我心里就琢磨那个手不对努 结婚四天没过来看我 我们的儿子上你家 你可以给你妈几千块钱 你们都没来问我一说 结果怕那个半天 过来找我头来要一千块钱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们结了婚的 你可以给他一锅收个钱 你为什么过来找我一个 到妈里要这一千块钱 我后来我 所以你认为这是儿子的问题是吗 他们俩是不是商量好了 他知不知道这个事 我什么时候跟他商量好了 说他骗你一千块钱 跟我有啥关系 我这事连知道都不知道 事后你也问我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我没跟你说实话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事 他就是想说 他有多么多么好 多么多么不容易 这个女方然后哪儿哪儿做不对 他是说你的婚姻是给他带来的伤害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这个事过起来以后 结婚就一个多月吧 我就带了个丫头 就上那个超市买东西去 买了两袋汤圆 里面标着价格的 他就说这个袋子坏了 把这一袋子的盐宵 赚在这一袋子里面 出去结账 是借了一个袋子的钱 然后出来的时候 他那个购物车底下 烧了一大条鱼 这个鱼是挺贵的 他拿个绳子千张 他是刮在车底下烧出来的 没付款 没有付款 这条鱼我才发现 那个眼下我喊 脑子没反应过呢 明白 就这个行为 在你看来是很不齿的行为 是 是 我的意思是 就这么一个女人 为什么你就没发现 应该能观察出来 你就说他这个拿东西 你这个品性是吧 这问题 你不能说冤到我身上 对吧 我不是人 我路上看见一个人 我知道他是小头吗 他不拖东西 你说我能发现吗 所以妈妈会觉得 你怎么就脑子就那么多 就是说 那你当初怎么那么快 就跟对方结婚了呢 当时他催的吗 不是 还不是你催的吗 你现在又怨我 说我不是人了 你这不是自行矛盾吗 当时我记得 他是进出小区的时候 我叫他妈 他也不答应我 然后我说 这个我看见你丢人 说我在小区什么 抬不起头来 这么多人经常问 你儿子怎么着呢 结婚没有啊 有没有孩子 他就觉得挺没面子的 刚开始我还是不是说 想这么早就结婚了 想再了解了解 或者觉得还是不太合适 然后他催得比较急 我觉得 哎呀 就是说可能 找不着个喜欢的人 哪怕是找一个普通人 就过个普通生活就得了吧 没想到就是遇到一个 就是欲人不输吧算是 他说他有能力 如果在婚上面 你这点你都 我担心他让别人骗了 什么都归为我 都是他好的 没法跟他沟通就 小杨不能接受 母亲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他 毕竟当初如果不是母亲 催婚催得紧 他也不会在不了解 对方人品的情况下闪婚 况且当他发现问题后 第一时间做出了抉择 这是我总算提出来的 离婚彩礼 我一分都没有他们退 你要是我不心得钱 是瞎话 儿子的两段感情 都让自己赔了彩礼 杨女士心里 说不出来的难受 正因为担心儿子 再次识人不清 上当受骗 他不愿意出资 给儿子在外创业 而他之所以在钱上 如此谨慎 实则跟他过往的那段 特殊经历有关